疫情方面,国内昨天是新增了六万八千九百三十九例的本土个案 中重症增加了三百九十二例,以及一百四十三例的死亡 指挥中心也公布边境拦截到的二十六起Omicron亚型变异株 BA.4以及BA.5 不过目前都是以轻症或无症状为主 而由于变种病毒的传播力很强 已经计划将机场以及防疫旅馆的人员 纳入第四季接种名单,以提高保护力 国内十五号新增六万八千九百三十九例本土个案 其中台中与高雄病例输得破万 新北市有八千多例 另外全国中重症增加三百九十二例 新增一百四三名个案死亡 国内也出现首例青少年miss c个案 是一名曾经打过两剂疫苗的十三岁男性 五月三号的时候确诊 那当时有发烧两天的症状 后续就康复了 不过在六月六号的时候 又开始出现高烧到三十九度四 另外在六月十号 就是持续发烧四天左右的时候 又出现了全身的红疹 主委中心也公布 新增二十六例边境蓝茶 Omicron亚型变异株个案 年龄介于十多岁到六十多岁 其中检出毕业点四个案 分别来自美国及泰国 澳洲以及英国 毕业点五个案 则来自德国六例 美国西班牙各四例 邻近的新加坡 韩国也有个案移入 虽然这些个案多是轻症 以及无症状 不过考栏变异株传染力较高 将提报边境工作人员 以及防疫旅馆工作人员 纳入施打第四季的对象 而国内住宿机构染疫状况 今年起到六月十二号为止 已经有超过三万名著名确诊 重重症人数达到两千六百六十五人 送医后死亡累计有两百六十四人 住宿机构住民染疫死亡率为百分之二 高于整体的致死率百分之零点一五 也就是约为一般民众的十三倍 由于机构住民年纪都偏高 有医师呼吁要对住民定期筛检 找出无症状患者以及早投药 以降低传染率和死亡率 记者综合报道